你在警察试捕? 对,接触刀应该是很麻烦的 整栋大楼的员工在轻刻间被封锁 然而就在刚刚 这里还是一片祥和景象 热闹非凡的急事 让大家驻足停留 迈克处理繁忙的工作时 对面小孩戴着的诡异面具 让他莫名心慌 顺势买下了老头推销的草边娃娃 经过一番波折后 迈克终于顺利到达了公司 一个远在郊区又了无人烟的 贝尔克大楼 多过了一个拥堵路段 又迎来了下一个拥堵路段 原来这个公司不只有保安 还有训练有素的警犬 大家都因为这大动干戈的检查不耐烦 面无表情的保安 要求总经理出示证件 一头雾水的总经理只能照做 看到一名员工正在被驱赶 总经理很是疑惑 保安却并没有理会他的疑问 继续检查他后备箱 半小时后所有的检查告一段落 可偌大的停车场竟然只有三十几辆车 但是大家对此毫不在意 继续开启自己的打工模式 他们陆陆续续走进办公大楼 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有人罔顾规装制度 站马桶上抽烟 他们拥有不同的身份和待遇 也拥有不同的人际关系 所有的事务都在紧而有序地进行 他们的工作都暴露在数不清的监控中 画面一转 今天是丹尼入职的第一天 主任正在给他发放一切必要证件 进入这个公司不仅送房还送车 唯一的代价就是需要去医院做手术 为了避免公司的人遭到绑架 每个人脑袋里都安装了追踪器 丹尼看看和蔼可亲的主任 内心的紧张缓解了不少 同事们也十分热情奔放 各自忙碌在自己岗位上 但是连玉亚除外 他忍受不了对面 温德尔直勾勾的眼神 直接发信息破口大马 谁知温德尔不仅不生气 还滋着牙大笑起来 突然一个丑陋的稻草娃娃贴在了窗户上 原来是男友麦克送的礼物 温德尔依旧含情默默地注视着连玉亚 连玉亚放下百叶窗 和迈克相视一笑 羞涩地低下了头 甜蜜的小两口缠绵在一起 这一幕正好被总经理撞个阵招 三人顿时尴尬地面面相去 交代好任务后 总经理留之大吉 迈克走进自己的办公区 发现今天很多人都没来 特里告诉他 安全部的人让本地人都回去了 这番话让迈克摸不着头脑 尤其是当他看到保安 竟然在办公区巡逻时 警惕的他立马给安全部的艾文 打去了电话 这才得知原来是总部发了邮件 由于某些安全问题 本地人今天一律不上班 艾文调侃是有人恐吓刺激了总部 正当两人摸鱼时 突然传来了一阵很大的噪音 有人操纵着广播告诉大家 目前这栋大楼里面有80人 大家需要在半小时内解决掉任意两名同事 大家听着广播不以为意 两名维修工还在嬉戏打闹 主任怒气冲冲地走到广播室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此时所有人发现通讯设备全部失灵 这让有些人情绪激动起来 此时迈克站出来告诉大家 安全起见 所有人都需要撤离公司 大家都以为这次只是休假而已 纷纷收拾着东西 只有迈克意识到此事不简单 提醒大家走楼梯 以防止电梯事故 换来的却是少数人毫不在意的嘲笑 突然大门被铁皮包围起来 保安哀文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伴随着一声声巨响声 一块块铁皮正义层层的前进 很快就包围了整栋大楼的门窗 办公室陷入一片灰暗 大家惊慌失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迈克沉着冷静地组织大家 有序撤离现场 特立拿出手机想要报警 毫无疑问 手机没信号 灰暗中弥漫着一股巨大的恐惧感 被封锁的大楼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温德尔用自己49码的大叫暴力踹门 却被主任出面阻拦 同事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这件事 甚至和无辜的哀文发生争吵 聊明维修工从地下室闪闪来迟 迈克建议先从一面墙开始入手 毕竟水泥要比铁皮更加容易损坏 结果维修工告诉迈克 铁皮已经包围了整栋大楼 无可奈何的他们只能尝试焊枪 与此同时 卷毛和其他同事们准备去楼顶寻求支援 大家都为走出这栋大楼想办法 连玉亚作为资深打工人 为不用上班而欢呼 话音刚落 总经理就走了出来 单纯的他还以为是政府拥有的防御措施 呼吁大家沉住气 只不过是有人在恶作剧而已 可迈克并不认同他的想法 这时卷毛一行人已经来到了顶楼 意外发现两个正在嗑药的同时 此时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卷毛观望着顶楼附近的情况 除了偶尔会路过一些车辆外 根本没什么人影 这让他很是苦恼 同样苦恼的还有维修工们 在焊枪的高温作用下 铁皮竟然能毫发无伤 十分钟过去了 他们还没有一点进展 大家在闷热的牢笼里有些喘不过气来 温德尔找来了一箱矿泉水 试图安抚大家烦躁不安的情绪 迈克告诉总经理 这不是恶作剧 今天早上他看到 有个保安走向了隔壁的旧机棚 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窝点 可总经理却认为 迈克只是受到刺激 反应过度 拍了拍他肩膀 扬床而去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顶楼的同事终于发现了一个人 他们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拼命朝着对面的旧机棚挥手 谁知保安只是喝着咖啡 假装没有看到 甚至扭过头去 无视他们的叫喊声 一旁的马丁告诉卷毛不要白费力气 当初入职时候的合同上就写明了 公司几乎可以对大家做任何事 马丁认为这只是一场无聊的心理测试 目的就是查看大家的反应 上一秒还在自夸的马丁 下一秒就傻了 在大家食神尖叫中 一个女同事倒在了血泊中 楼下的同事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停的擦汗喝水 大家纷纷爬倒在地 场面瞬间乱作一团 紧接着又有两个人倒了下去 总经理壮着胆子上前观察 却惊奇地发现去世的人并没有遭受枪击 而是在大脑内部发生了爆炸 敏锐的迈克瞬间就猜到是追踪器高的鬼 本地人没有被植入 所以没有来工作 这般大胆的猜想让众人都蒙了圈 小维修工被吓哭 老维修工拿出扳手 让他报名 迈克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到餐厅寻求锋利的武器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把材质刀 接着静止冲向卫生间 反锁上门 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冲洗干净材质刀后 对准了自己的后脑勺 连玉亚似乎猜到了什么 不想让他这么伤害自己 可迈克对此充耳不闻 咬咬牙还是下了手 巨大的疼痛感袭来 迈克的表情已经扭曲 此时声音从广播中传来 要求迈克把刀放下 总经理一行人也都闻声赶来 心急如焚的连玉亚 快要发疯了 面对广播里的威胁 迈克无可奈何地丢掉了材质刀 开始尝试用手把追踪器拽出来 还有七秒钟的时间 迈克必须咬紧牙关 速战速决 三秒倒计时开始 迈克紧急停手 广播倒计时也就此结束 见迈克的生命没有结束 连玉亚也松了一口气 此时迈克惨烈的模样 让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名女同事拿着针线 为迈克缝合伤口 连玉亚去冰箱拿冰块 却又遇到了温德尔 自恋狂骚扰连玉亚不成 看他对迈克的关心 怒火中烧 连玉亚则对这个油腻老男人厌恶至极 一心只关心男友迈克的安危 原来操纵广播的人之所以能精准掌握迈克的动向 就是因为卫生间里隐藏的三个摄像头 照此推测 其他地方则更无隐私可言 先前死去的人是和艾文一起入职的好朋友 总经理好心给他递过去一瓶水 此时的他并不关心艾文的悲伤 而是觊觎着武器库的武器 因为武器库里唯一的钥匙 就在身为安全部部长的艾文手上 眼看艾文面露难色 总经理开始职位打压 艾文丝毫不惯着自己的老板 整顿职场这件事他也很在行 总经理脸都气绿了 两人站在大厅谁也不搭理谁 与此同时 担惊受怕的丹尼来到地下室躲避 两名维修工进入地下室维修空调 胆小怕事的小维修工一直碎碎念 老维修工没有时间和他大费口舌 空调失灵了 自己必须尽快修好 此时广播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可以违反任何规则 否则大家就会丧命于此 并且大家要在两小时内解决掉30名同事 若数量不够 那就加倍惩罚 60名同事会被逐一解决 直到此刻 大家这才真正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场面也逐渐失控 想要拿武器自保的人和另外一群试图阻止的人扭打成一团 马丁自作聪明地按下了消防报警器 可这并没有什么用 迈克的呐喊无济于事 直到总经理赶来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广播和消防报警器让小维修工彻底破防 情绪失控的他 甚至在老维修工安慰自己时用扳手泡了他的头 目睹一切的丹尼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食神痛哭的小维修工透过栅栏发现了丹尼 他拿起扳手装作无辜的狡辩 是老维修工自己撞上去的 丹尼想要逃跑 却被小维修工一把抓住 情绪失控的他开始殴打丹尼 丹尼一个弹射直接把小维修工逼退到对面 小维修工撞上钢筋后口吐鲜血 丹尼落荒而逃 这时权威的总经理又开始摆出自己的架子 他要所有人都按照他的要求来做 迈克质疑他想滥杀无辜 总经理连连否认 身材魁梧的特里和总经理统一战线 牺牲掉30人就能保全更多的人 迈克和总经理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双方互不相扰 就当讨论陷入瓶颈时 连玉亚提出去顶楼挂横幅 以此来吸引过往车辆的注意 或许大家都能有一线生机 总经理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时主任爆出惊天大瓜 他查看过总经理的档案 他曾经接受过特种部队的杀人训练 迈克不顾总经理的反对 带着一队人马前往顶楼 不想成为杀人机器的特里准备跟随迈克 总经理不想失去这枚棋子 打出感情牌 让特里为自己卖命 神经兮兮又自负的马丁 怀疑水里被人下入了某些化学药物 把一桶水都泼向地面 迈克带领一行人 紧锣密鼓地寻找可利用材料时 连玉亚却与他产生了分歧 两人在大厅争执不下 迈克坚持寄贱 还来艾文一起帮忙 此时连玉亚发现在大厅的汗枪离奇失踪 三人顺着声响找到了总经理他们 温德尔正在用汗枪攻破武器库的大门 巧言吝啬的总经理 神称自己是要保护这些武器 见总经理一意孤行 艾文关掉了汗枪阀门 他也担心武器的出现会带来一场屠杀 见艾文掏出了手枪 众人连忙安抚他的情绪 在迈克的劝说下 艾文才稍有缓和 没有了威胁的温德尔继续使用汗枪 迈克彻底打坏了汗枪阀门 三人扬场而去 这下总经理彻底傻眼了 连玉亚对冲动的迈克十分不满 三人在电梯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 艾文充当起了何事劳 结果连玉亚根本不领情 他们来到办公区才发现 这里的同事们早就开始着手准备横幅 迈克让大家小心总经理一行人 连玉亚彻底被迈克的偏激惹怒 他觉得要想保命就不能搞对立 而迈克的行为恰恰是在萤火烧身 毕竟大家都是自私的 迈克深知连玉亚对自己的担心 浮身亲吻他的额头 就当两人你弄我弄时 小卷毛开麦了 尴尬的迈克和连玉亚选择流之大吉 他们带好装备来到顶楼 结果横幅还没挂文 他们就遭到了保安的击杀 迈克冒着枪林战雨也要请求支援 不成想小卷毛的手被子弹打中 横幅飘落了下去 迈克拿起新的横幅想要再次尝试 广播声再次传来 要求终止挂横幅的求救行为 主任一把拉下了迈克 迈克扭不过大家 只能就此作罢 他坐在楼梯上十分懊恼 怀疑这个公司早有预谋 在贝尔克的工作如同行尸走肉 整栋楼就像是为了今天才设计的 连玉亚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他努力说服迈克不要多笑 艾文提出留在顶楼负责看守 迈克下楼时突然被袭击晕了过去 温德尔持刀威胁艾文 交出武器库的钥匙 艾文把钥匙摔在地上 引起了温德尔的不满 看着中刀的艾文 连玉亚手足无措 他破口大骂温德尔是变态 温德尔又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带走了连玉亚 艾文在血泊中求救 可大家都没有伸出援手 特里拿起钥匙后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总经理把武器库的手枪 分发给自己人 而他自己则留下了充足的武器 总经理命令手下 把所有人集合到大厅 因为他们一伙人持有枪支 所以大家不得不听从 藏在角落的丹尼逃过一劫 昏迷中的迈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一醒来就看到了艾文的尸体 迈克还来不及悲伤 就撞上了从楼顶下来的温德尔 大家陆陆续续都被带到大厅 他们很清楚自己即将面临的事实 总经理的手下忙着处理尸体 连玉亚环顾四周 慌张不已 一个中年男人拿着自己的钱包 跟总经理求情 可总经理根本顾不上他 男人被推倒在地 一对儿女的照片掉了出来 当连玉亚看到迈克时 更加心慌 作为食物链最上级的捕食者 总经理现在掌握着每个人的生死 时间所剩无几 他命令所有有孩子的人到前面去 主任上前阻拦 却被手枪对准了脑袋 拥有武器的人们 拥有绝对的权威 紧接着 总经理又命令60岁以上的人出列 特例提议可以进行抽签决定 总经理置之不理 PoA专业户的总经理凭借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蛇 企图打动大家 让他们有秩序的逐一赴死 听着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论 大家不狠而立 可两列队伍加起来还差七个人 于是总经理采用随机采样的方法 准备在惶恐不安的人群中拽出七个人 大家纷纷躲避和总经理的视线交汇 反抗的男人不断挣扎 温德尔连续几枪杀鸡儆猴 其余的人只能乖乖顺从 所有人双手抱头面向墙壁 为了缓解大家的恐惧 总经理还命令手下播放音乐 面对破口大骂的女人 总经理毅然决然地结束了她的生命 大家在响起的枪声中逐一倒下 特里受不了这样激烈的场面 迈克趁机怂恿她交出手枪 特里失声痛哭 但是转头就出卖了迈克 总经理命令特里击毙迈克 前军一发之际 丹妮拉下了电闸 公司陷入了一片黑暗 原来就在刚刚 听不到声响后的丹妮 在地下室摸索前景 她顺着楼梯的方向 开门看到总经理已经沦为杀人狂魔 为了停止这场悲剧继续上演 丹妮逃回地下室找到了电闸 大家在黑暗中凭借着微亮的灯光 四处逃窜 总经理一行人开始大杀特杀 谁也不想死在枪口之下 他们在慌乱之中求生 丹妮顺势躲进了电梯 总经理命令手下 尽量多解决几个人 两帮人就这样上演了一场 猫捉老鼠的游戏 黑暗中更是加剧了恐怖氛围 莲鱼亚意识到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她想方设法拆下雷根铁棍 此时特里持枪逐渐逼近 莲鱼亚一击击中 面对特里的苦苦哀求 她还是没能战胜自己的内心 丢掉铁棍后 她告诉特里 自己并不会伤害她 特里失声痛哭起来 突然尖锐的广播声再次传来 由于在规定时间内 缺少了一具尸体 所以将有31名员工被处决 此时所有人都陷入了焦虑和恐慌 随机抽中的幸运儿 接连应声倒地 这座大楼仿佛就是一个屠宰场 到处都是喷咬而出的血液 和深思力竭的尖叫 马丁紧绷的神经 在陆续的爆破中已经开始走向失常 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事 如同待宰的羔羊 任人宰割 而此时活着的人 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 随着小卷毛的倒下 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终于告一段落 大楼内部一片狼藉 此时此刻 没有比活着更要紧的事情 令人闻风丧胆的广播声再次袭来 这次的规则十分简单 一小时内击杀数量最多的人就可以存活 这是总经理最为擅长的项目 他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有人用菜刀 有人用手枪 无辜的人们就这样沦为游戏的牺牲品 突然总经理背后一凉 他的贴身秘书出现 秘书为了保命 不惜用身体诱惑总经理 只见总经理缓缓放下了枪 抚摸着秘书的脸蛋 而后用力一转 随后总经理按下了电梯按钮 不成想里面的丹妮和同伴 在电梯顶部缓缓上升 对此毫不知情的总经理选择去顶楼 同伴一句话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为了躲避子弹 丹妮调到了一个小台阶上 而他的同伴则静直撞向了楼板 被挤压身亡 同时电梯也出现了故障 大门紧闭 此时来到大厅的连玉亚 看到了鬼鬼祟祟的马丁 马丁的同伴举起手里的钢珠 原来他要收集每个人脑袋里面的炸药 然后放在门口引爆 这样或许能把坚固的铁皮炸开 马丁对自己的想法很有信心 可他的同伴却泼起了冷水 为了安抚偏激的马丁 连玉亚只好顺着他的意思说 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和二人纠缠 转身来到播音室 连玉亚现在想找到男友迈克 可马丁认为暴露大家的行踪 会引来追杀 连玉亚却从耳不闻 迈克听到连玉亚的声音 激动地哭了出来 随即起身准备前往大厅 这时口渴的连玉亚 喝凉水都塞牙 对面的温德尔为了充业绩 疯狂杀戮 他怕自己脑袋不好时 还特意用笔记录 连玉亚举起了自己的枪 因为温德尔已经变成了 冷血无情的怪物 他甚至不惜杀掉自己最好的朋友 还试图把一切责任 都推卸到总经理身上 连玉亚不屑听他废话 谁知中枪后的温德尔依旧疯狂 他开枪解决了马丁和他的同伴 最后连玉亚把桌子 压在了温德尔的伤口上 举起斧头替天行道 迈克按照约定来到了大厅 却看到密密麻麻的尸体 暂且死里逃生的两人 永稳在一起 迈克发现了马丁留下的钢珠 把他们都收到了自己的口袋 突然这时冲出来一个男人 他手里拿着灌满汽油的玻璃瓶 煞时间火光四起 迈克带着连玉亚逃命 他们被男人追到了楼梯口 只能向上跑去 结果又遇到了从电梯逃出来的总经理 他们冒着子弹 再次返回大厅 早已等候多时的男人再次投掷玻璃瓶 不料男人被总经理一枪击中 藏匿着的迈克这时才发现 连玉亚已经身受重伤 他的胸口被炸裂的玻璃嵌入 意识逐渐模糊 总经理此时还在大厅虎视眈眈 很快猎物就找上了门 丹尼徒手攀爬进电梯顶部 强烈的生存本能让他的力气消耗殆尽 他打开电梯门后也随之毙命 迈克顾不上那么多带着连玉亚尽可能小心地躲避起来 强烈的血腥味弥漫开来 迈克安慰着连玉亚 连玉亚因为伤势过重 湿血过多永远离开了迈克 迈克悲痛欲绝泪流满面 现在的情况根本不允许他放声大哭 现在整栋大楼只剩下迈克和总经理两人 总经理顺着声响找到了迈克藏身的办公室 他小心翼翼地摸索前景 突然迈克强制重出橱柜 转移到了另一处办公室 总经理顺藤摸瓜 却被腾空而起的迈克压制 迈克把连玉亚的趣事都发泄在总经理身上 两人贴身肉搏 但迈克根本不是总经理的对手 关键时刻 迈克一记重拳打在了他的眼睛上 总经理想去拿枪找回主场 迈克薅住他的裤腰拽了回来 扭打间迈克拿起交代机 狠狠扎向了总经理 总经理嘲笑迈克并没有改变什么 迈克怒火攻心 接连几下让他成功归了西 煞时间封锁大楼的铁皮陡然落下 广播声再次回荡在只剩一人的大楼内 他们祝贺迈克成为最后的赢家 只见两名保安前来押走了迈克 此时的迈克早已如同行尸遭肉 以往亲密的同事一夜之间全部身亡 迈克终于成功离开了这座大楼 他被押送进了救机棚 也就是在这里他见到了幕后boss 他深思历劫的质问男人为何这么做 一头雾水的迈克被安置在一把椅子上 对准他的还有一个摄像机 这样的采访让迈克摸不着头脑 对方也不愿告知迈克他们的真实身份 男人用十分高尚的语言形容自己的崇高视野 他们为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而战 迈克无暇顾及四个选项 他观察着眼前荒谬至极的监视器 看着里面同事冰冷冷的尸体 迈克的质疑男人并不想回答 可迈克用自己拿走的钢猪威胁男人 男人和同伴面面相去 追问迈克钢猪的下落 原来就在刚刚迈克利用自己的伪装 把钢猪全部一个不落的放在了他们身上 迈克一个箭步上前 搬动了应有每个人姓名的炸药开关 紧接着他又持枪解决掉了两个人 奄奄一息的男人临死前还在进行采访 气急败坏的迈克用一剂剂子弹射穿他的胸膛 结束战斗的迈克站在门外呼吸新鲜空气 结果他的一举一动仍然在监控中 世界上还有若干个和他相同遭遇的人 他们都逃不过数以万计的监视器 贝尔克实验中看似平淡的上班族 在特定的环境下撕掉伪装已久的假面具 办公室的大逃杀游戏 荒诞之余又有人性的考量 整部电影弥漫着血腥味 在西装革履的反衬下尤为甚人 生死徘徊与道德判断之间做斗争 自我求生的本能是人类在这世界立足的根本 影片人物性格饱满情节流畅 最后的反转更是锦上添花 别有一番疯